哈喽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ok 等下我先做我setting先啊 跟往常一样setting一下 ok 然后我们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 ok 等下 ok 不懂说 因为我忘记带我的那一个 airpiece 出来 我现在在用的是另外一个 我另外一个foon的airpiece 我不懂可以不可以match得到 诶 等下大家进来过 给我知道一下声音清楚吗 ok 来 谁已经进来了 基本上可以跟我打招呼一下 让我知道一下谁已经进来了 我们来开始分享了 ok 今天要分享的东西 是全职投资者 还有就是特朗普杠杠跟伊朗的状况 ok 然后接下来要怎么样 哇 很多啊 跟你讲啊 真的是 等一下啊 我很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啊 尤其是有关于到现在 这个特朗普的状况 来 谁已经进来的 跟我打招呼一下 让我知道谁进来了 然后声音听得清楚吗 声音ok吗 声音可以吗 因为我本身基本上是 用了另外的一个airpiece 我不懂这个airpiece听得清楚吗 然后我set定好一下去 ok吗 可以吗 清楚吗 各位给我知道一下 清楚 不清楚 clear不clear 我看一下 诶 有啊 这边我听到了 我听到蛮大声的 看一下啊 ok 我听到声音 应该你们听到 应该也是蛮清楚的 ok 我关了声音 好 ok 然后我看一下 哈喽 李明凤你好 明凤好 然后还有就是阿萨 阿萨好 ok 然后还有就是声音很清楚 还有谁刚刚进来的 可以跟我打招呼一下 让我知道 然后分享出去好吗 那呃 今天我等下要分享的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是有关于到一些 呃 特朗普 跟伊朗的状况 现在他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已经讲了啦 讲了一点东西了 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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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看一下非常清楚 Can you Hello Good evening Eric Good evening Clear Very good 然后有一些人基本上就有赚到钱 有一些人就miss掉机会 等等啦 昨天啦 我知道很多人跟我讲 然后 不用紧 机会大把的我跟你们讲 只要懂到那个方法 捉到那个 那个skill 其实赚钱就不难了 OK好 那现在没有冗略的卸出去 可以也share多一点 然后我们才开始 OK 给我看一下 李明风 Hello 你好 share 全部人像明风这样就好了 Sally Tony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Kim Eng Hong Hello 你好 OK讲很多人讲哦 特朗普基本上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OK 不管如何啦 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share 李明风 Kim Eng Hong OK 嗨 分享了 OK这样就对了 分享去各多group里面啦 当然更多人都可以学习到 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 OK 特朗普勒他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他发言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基本上讲 他讲英文 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OK我跟你讲 不用紧我来解释一下 他到底在讲什么 简单啦 我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啦 OK 大致上他讲的东西就是第一点 就是 他为什么要去 就是去把那个 他的commando 那个commando啊 Salamani啊 我不懂怎么念啊 明朗很复杂 化一下 很长 把它给杀掉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觉得 现在的伊朗 他们之前到现在 过去到现在 都一直在制造 那个核子弹 就是我们所谓的 Nuclear bomb 然后他们担心说 这个伊朗那边呢 会把这个 就如果说 给他成功的 做好了这个Nuclear bomb过后 他就会拿这个东西去 威胁全世界的人 OK 跟全世界的人讲什么 哦 现在你们要听我的 我来control全世界了 所以 基本上 美国类特朗普 就是担心 这一个 这个状况会发生啦 OK 所以他才 基本上 做了这个动作 哎等下我把 把这个链接出去 等一下 你要给人家骂 我说telegram有share 等一下 ok share了 在telegram了 所以你们在telegram的人 最好命的 为什么好命的 直接可以看到我们live 然后有时候什么集点 我会做 我都会跟大家讲 谁也没有在telegram 赶快进去 OK赶快进去介绍女朋友 全部一起进来 我们telegram 投资电台 OK 我已经share在里面了 所以应该有很多人 有机会陆陆续续 会看得到的 OK 啊 等一下 我回来 OK 分享了 share hi tony shan ken yo 分享了 那么其实 现在我跟大家讲 这一个特朗普 他出的这一招 其实是很聪明的 你知道吗我跟你讲 因为特朗普他本身哦 他要选举之前 他一定要对这个美国 收一个麻外 所以他真的是会去控制 这个所谓的伊朗 不要让他们这么容易 就是控制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成功的就是 做了那个所谓的 duclear bomb出来 OK 所以他为什么会杀死 这个Homando 这个是唯一他 他在live的时候 他在讲的时候 他有讲到这个东西 他意思大概是这样子 OK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他有讲说 我们美国呢 其实不需要再依靠的 呃 就是 外面的那些油 包括OPEC 那边他们生产 Saudi 阿拉波 伊朗这些 他就讲说 我们美国呢 就只会用我们美国自己的油 所以你看为什么 美国有一个叫做 USWDI出来 那个指数去代表美国的 油价 然后为什么不要只是用 UK Brand 布伦特的原油就好 代表全世界原油就好了 这么麻烦 又做这个又做那个 弄到大家这么麻烦 OK 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他基本上很难向全世界低头的 我跟你讲 美国很难低头的 这个以前到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我跟你讲 我们要醒觉 有些人讲说 什么 啊 美国会 可是我跟你讲 很多东西 哎呀这边live有时候很难讲 有机会见到喝茶 我跟你讲很多东西 我跟你讲 你要问我啦 你问我就跟你讲很多东西啊 我是这样的 鸡蛋 OK Sou Eng Tan Q You Chong 哈啰你好 赶快分享出去 给更多人进来 来来来来就可以了 OK 然后讲到这里 我继续跟大家讲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 他有讲到就是 他会继续的去制裁伊朗 OK 美国会继续制裁伊朗 呃 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说 他不应该让伊朗 成功的去制造出他的 Nuclear bomb 如果他做到的话 那么他基本上就是 可以呃 拿这个来施压全世界了 很多人的经济就会受影响 哈啰Semi Welcome in OK继续分享就对了 给更多人的机会进来 OK 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讲到的就是 美国跟伊朗 OK的状况 然后是否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接下来会不会collapse 还是什么 他这个字词讲过了过后 你看到今天股市涨上去了 OK 股市涨上去了 但是股市有涨很多吗 没有咧 有涨啦 可是没有涨很多啦 但是我跟你讲 股市是不会死的啦 不会因为说他打仗就死啦 不会的啦 但是我跟你讲啊 FKLi啊 今天啊 你看到吗 涨多少不了 涨多少 OK 等一下我回去 哎呦他一直跳 哈哈 6.55罢了 你懂吗 还是在1600以下 现在呢 基本上 美国已经说 他不会再攻击伊朗 短期之内 他只会制裁他 OK 然后啊 希望伊朗那边能够妥协 然后他也会跟他们 discuse一个很好的方案 去解决接下来的问题 不要让这个经济有问题 OK 讲了这样多东西 OK 今天早上 日本股市涨 全世界股市也开始涨 但是马股没有涨很多 OK 所以在这里呢 今天全资投资者里面呢 我就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全资投资者的所谓的弃三法则 什么叫弃三法则 这个弃三法则 身为一个全资投资者都必定要懂 如果今天我们不懂这个东西 我们很难做全资投资者 简单来讲 我们是谈 就是 空想不了 只会讲 没有办法做到的 OK 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 帮助了我很多 我在这么多年里面 我都很 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东西 然后每次都会安排我自己的portfolio 然后把它弄到 可以 可以符合这个七三法则 OK 等一下我跟我的 吴友打招呼一下 然后我们就来开什么七三法则的分享 OK 我看一下有谁进来了 我们的谷友 哈喽 尊风 哈喽尊风你好 EK 喂 老师下午好你好你好 老师好 share了 cannyline 对啦 就像你们这样就对了 OK 然后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什么东西会直接性的 一下子爆炸性的影响全世界经济的 啊 那个等一下点 等一下 等一下 OK 好 然后现在我们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七三法则 OK 什么叫做七三法则 我来跟大家讲 其实我跟你讲 在投资在金融市场上 如果要做到全职投资的话 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的 OK 我先讲第一个 等一下啊 我的眼睛没有什么东西 跑过来 因为我在大自然的地方 会比较多 啊 那些 小虫 哈哈哈 OK 首先我们来讲 老师好 canny share了 ng 好久不见ng OK 来 第一个我们讲七三法则里面 首先我们来谈七 后面我们才来讲三 什么是七 七就是七十巴仙的人 OK 七十巴仙的人 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把它分成五十巴仙 另外的部分二十巴仙 所以五十加二十巴仙 多少巴仙 七十巴仙 对不对 OK 通常我跟你讲 有一些人 他们五十巴仙的全职投资者 他们都是这样子做的 我们讲大中 大中心 就是全 大中化 对不起 就是普遍化 普及化 他们都会简单来讲 就是看到 哇 股票这个公司有赚钱啊 它会成长啊 然后under value 我就买了 然后我就会买很多钱进去哦 可能买一百万 还是一五个million 还是两个million 还是多少 因为要做这个五十巴仙的人哦 我坦白讲啊 他们都是收dividend啊 不然就是等这个股票慢慢涨上去啊 大多数是dividend啊 因为他们吃饭靠dividend 如果这家公司的dividend不是很高的话 那么他们就很残了 没有饭吃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基本上 投资除了 要看公司稳当之外 他们基本上要做的就是要 看dividend高不高 所以简单的一句话 如果我算给你看 这是一百万 如果他用一百万去投资 他拿五八仙的 用五八仙的Return啊 他一年的dividend 他可以收啊 我们收五八仙了 他的dividend 可以拿这么多是五万左右 所以五万的话 你除十二个月的话 除十二个月的话 每个月基本上是拿四千一百六十多块 这个是马币 我用马币来算 所以简单的来讲 如果说今天 我们本身有一百万 我们要这样做 可能可以 但是我坦白讲 现在东西起价 通过膨胀又这么高 现在投资一百万拿dividend回来 其实也不多 我坦白给你讲 没有这么多了的 我算的是NetNet了 你知道吗 NetNet拿回来五百仙的 有些你看他讲 dividend declave 什么五百仙 拿回来不是真正五百仙的 你要扣这个扣那个 到最后算到来没有五百仙 OK 这是五十八仙的投资者 他们是这样做的 普及化的人都是这样做的 如果要这样做 可以吗 可以 能够做钱的投资者吗 可以 但是我先讲啊 我讲明先啊 OK 自己有没有这样多钱先 有没有一百万两百万先 如果没有一百万两百万 这个东西就不合了 不行了 OK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多的资本 去找一个好的公司 然后买了去存dividend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很多人 他们在做这个方式的五十八仙的人 他们还有做工啊 他们还有在简单来讲 有做一些东西来 generate income 因为他没有 generate income的话 他没有办法 就是靠这个dividend去过他要过的生活 理解我的意思吗 OK 你们自己去看那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了 OK 然后另外这五十加二十八仙 另外的二十八仙是什么做法 另外那二十八仙的人呢 他们会做投机 投机我们叫speculative 就是交易 简单来讲交易在哪里 交易在股票 他们会看 OK 现在这个股票跌下来 他卖我五毛钱 还是他卖我一块钱 他有机会可能需要三块钱 我就买 买了过speculate 可能在一个礼拜里面 他上去我就卖了 或者可能两个礼拜 或者三个礼拜 或者一个月 Depends on他是短期还是中期 OK 这个group的人呢 坦白讲 他的资金也是要蛮大一下的 你算一下 如果去speculate 我今天不是每次都赚钱的 有没有 可能我这一次的 我这个trade进去 我买 可能我买利恨 OK 可能我赚钱 赚五八仙 OK 五八仙就看买多少钱 同样如果一百万进去的话 那么就赚五十千咯 那么如果第二次我进去 我买另外一支股票 可能我不小心去买到Supermax OK 买到Supermax Supermax过后 亏钱 如果我亏钱的话 亏看要宽宽 亏多少钱 有时候亏 亏5% 或者亏10% 亏10%就更死亏一百千了 所以 简单的来讲 转转亏亏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要看的就是 这个speculative 的资金有多少 还有他的功夫 更不够强 如果他功夫不够强的话 这样子去speculate 我可以讲很难 很难做全职投资者 很压力 我可以讲很stress 我讲的是pex 我不会跟你讲那种 那种bullshit sorry bullshit 只是讲法 我做不到 我不会跟你讲那种东西 我会跟你讲的是practical 的东西 实战的东西 OK 然后 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人 他们是用50%的方式 但是他有很多钱 可是他有200万 他100万 他投在公司 那些资金 另外的100万 他拿来做speculative 他去炒股 OK 然后就变成是 就是他用50%加另外50%加20% 另外的20%的方式 他两个同意进行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我看到很多 基本上也赚很多钱 这样子做就OK 如果他偏淡淡炒股 他没有这个50% 来backup他 他会很stress 为什么 如果他炒股炒输了 那么他基本上 这个季度可能这一季就没有钱了 所以我们要的是 consistent的钱 可以一直都会有的 所以就要他的skill set 加他的稳的 Return的 加不稳的 OK Dividend就是他包有的 OK 这个70% 就是普及化的人做的 OK 另外的30% OK 这70%要的资金就比较大 简单来讲 Capital就要高一点咯 可能要比较多钱咯 坦白讲 如果今天大家资金已经有一两百万了 你不用去Boxard了 不用去跟他死过了 不需要的 找一些Dividend高的 好的股买的够存 或者买一些Poperty 是什么 就可以过什么了 OK 就可以收租金啊 OK 当然要买到好的地方啦 然后如果说今天我们讲 没有这样多钱 我们要讲做 OK 我们就是另外那30%的人 OK 另外这30%的人咧 他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有钱的30% 第二种是比较少资金的30% OK 我们先谈有资金 有资金的30% Outliers 就是好像Fund Manager Golmensec JP Morgan 然后Citibank Rapago 等等很多的银行很多的银行 他们都有Fund to manage 他们怎么做 他们就会拿一部分大笔的资金 会买那些比较稳的股票 就好像跟我们讲 另外一部分呢 他们会去炒股 然后另外一部分 他们会Allocate他们的钱 去商品 可能说好像他们会买一些商品 包括原油啊 黄金啊等等什么 还是Copper啊 Natural Gas 天然气等等什么 然后 他们基本上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他们会做的 他们常常就会 好像我在做的东西 大家有注意到 我常常都会跟大家讲趋势 他们这些人都会有一个Chief 这个Chief 就是他们的头 他们都会去Access 接下来Trend会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资金 往那边去 OK 这个是30%的人 比较少人会的 他们是在这个 金融市场上我看到是比较少人会这个东西啦 通常会的他们都很少出来交 我坦白讲 都是在Fundhouse啊 还是在哪里他们做 还是自己manage自己的Fund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30% for有钱的 OK 另外30%资金比较少的 我们是怎么做 就是小到巨大数 OK 小到巨大数的做法呢 就是 他会用小钱 然后他会看趋势 如果说趋势现在是在商品 我就会把那个钱扎在商品那边 去赚一笔 拉一笔 拉完了过后 我再把这个钱 跑去另外的一个地方 OK 比如说现在换去 换去什么 我想一想啊 换去果债 我就会把这个钱移去果债那边赚一笔 然后过后他又改变了 变成股市 还要把这个钱移去股市 再赚一笔 从小钱一直墓到越来越大 这就是之前我做的 之前我做的 因为我坦白讲 我以前没有这么多资金 我没有这么多资金 所以当我资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用这个方式 对不对 所以我每次我在 课堂上 我都会跟大家讲这个方法 就是趋势 然后这样子去做 所以就是要懂得趋势在那里 然后把钱去安排好 OK 现在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东西 如果要知道趋势 我跟我的鼓友打招呼一下 喝一口水 喝一口水 我鼓友在那里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开不到 我用这个看 OK 外面 Hello Good Hi teacher 你好 Wayson Abitragers Hi Fu Jimmy Lee Mark Chin Lin Lee OK 好 那我继续跟大家讲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东西 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股市它基本上都会进入一个状况 然后 所谓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 央行 他们都会联手 去做这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这里我就卖一个管子 OK 接下来基本上 我在 1月11号 就是来临的星期六 我会有分享会 在JB 我会跟大家讲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来我们来讲 每一个政治人物 跟央行 他们都有三个牌 多个牌 三个牌 听好 这三个牌是最重要的 OK 在每一个阶段 看他们怎样做 第一个牌 我们叫免死金牌 OK 免死金牌 什么叫免死金牌 简单的来讲 如果他的这个 政府 或者央行 他只要丢免死金牌出来 基本上 我们的经济就会回复了 就没有事情了 你看 举例简单的一个 我们讲 贸易协议 你看特朗普 讲一句话说 我跟中国的贸易协议 谈脱了 所以基本上就 OK了 没有事情了 OK 有没有 OK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免死金牌 有很多的免死金牌 我会在1月11号的时候 我们的 offline的JB的课程 股票交学会 交大家股票的时候 顺便跟大家讲这个东西 OK 这是1月份 在JB 第二 大家看到那个link在下面 在2月7号 马六甲的时候 马六甲我也会跟大家讲 这个 他们出什么牌 在2月7号 马六甲 然后我们的槟城 跟KL的股友 应该我会在3月 3月 我时间到时候 我会再给大家 所以你们先去马六甲 跟JB这边 先见我先 我跟大家讲 OK 它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我们叫免死金牌 我们一放出来 基本上经济就recover了 第二个东西 我们叫死亡牌 什么叫死亡牌 就是 有一点不吉利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是真正 股市 金融市场上 跟政治人物 跟央行 他们会做的事情 就是他们会直接性 跟不直接性的做好准备 然后把这个死亡牌丢出来 直接让那个经济 crash 给它直接collapse 有时候会因为个人的利益 或者是因为 有时候会因为一些 没有办法选择的状况 而丢这个牌 OK 这个我只能够讲到这里 我会在offline讲 因为这个东西我不可以online讲 这个东西online讲 就够力了 不可以 不可以 这个我会在offline讲 你们来啦 你们来我分享会 我跟你们讲 卖个关子先 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 比较敏感性的东西 他们会用什么策略性的东西 我会在offline跟大家讲 所以你来我的分享会 你来我们的1月11号JB 然后2月7号的马六甲 还有3月 我会在KL跟槟城分享 同样这个东西 什么叫做免死金牌 死亡牌 还有最后就是地雷之牌 什么叫地雷之牌 就是他们不可以踩到的地雷 很多他们在做这个策略的时候 有一个所谓的地雷牌 他们一踩到的时候一定爆了 举例很简单 我给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国债危机 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欠很多钱 对不对 然后包括他们的debt 赌他们的GDP 他们基本上欠的债务 跟国家赚的钱 一个比例来看的话 他们我们有办法可以知道 这一个国家基本上 是不是会踩到地雷 很重要 所以这个基本上 会在接下来的分享会 跟大家分享 我看一下 我猜有问什么 阿萨 黄金区是怎么样 上还是下 黄金区 黄金区 短区 短区是下 长区是涨 我跟你讲 你们等我一下好吗 我要连接我的网友 我先连接一下这个视频 我转过去 给我连线一下 连线我过来 给我10秒 OK 等一下 可以连线了 OK 我要连线我的电话 我才可以帮大家 好 黄金的趋势 基本上现在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长期来讲黄金的趋势 接下来它是 因为暂时为什么它会跌下来的原因 是因为特朗普讲说 它跟伊朗没有事情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大家觉得真的是这样吗 我可以跟大家讲 未必 未必 OK 大家不要这么容易被 现在它所讲的这个十分 哎 大家好大家好 不好意思 刚才网线有问题 刚才网线出现问题 所以基本上 突然间断线 OK 所以简单的来讲 大家继续分享出去好吗 因为刚才断线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为有一些问题 这里网线有点问题 OK 基本上黄金呢 我相信是这样子的 简单来讲 短期呢它基本上会是 呃 跌下来 它会跌到哪里呢 它会去到15 我看一下 诶 差不多了 1530 OK 1530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基本上会再多一次的走三回上去 然后这一次特朗普做的这个动作 对不对 已经对我来讲 已经是 expected了 它不可能会出招了 如果它出招去攻打伊朗 然后股市就是崩了 全世界是完蛋 黄金就冲到够里够里了 OK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没有做嘛 对不对 OK 它没有做这个动作 好 那么黄金就是1530 然后接下来黄金会 没有跌破1530的话 它还是有 走掌的那个 空间 还是uptrend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OK 所以这个是对黄金的一个趋势的分享 有问到我就直接跟你讲啦 要是原油下那么多 会慢慢上回去吗 OK 原油就另当别论 OK 原油它基本上现在 我跟你讲 它已经在70块以下了 officially在70块以下了 所以officially在70块以下的话 之前我没有讲过 如果打仗它会上去吗 OK 伊兰跟美国 但是伊兰跟美国现在没有打仗了 然后也 我们知道offic虽然它会减产 但是在昨天的report出来 我们看到是没有减产 而是增产 所以这个东西让我感觉到有一点奇怪 所以它们里面其实有一些内幕了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们会在3月的offic 的meeting的时候会讲什么东西 但是我看到就是 现在的原油应该会转方向向跌了 然后会跌到什么地方去呢 会跌到的就是65块 第一个关卡 很重要 我跟你讲 65块如果跌破啊 就是直接往下跌了 我跟你讲 65 重要 这个关卡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谁有玩原油的 你要注意这个东西了 65块 就是支撑 major support OK 好 那讲到这里 我看一下我的股友 谁进来了 打招呼一下 OK Wai Hui Tam Hello 你好 Wai Ming 你好 Wishun 还有Edward 刚才叫Administrate Achua Achua 你好 你好 加油啊 Achua 加油 Achua 加油 Henry Lim 老師 你好 所以基本上 可以分享出去 给更多人进来 因为我今天是在下午的时间 我刚刚去 基本上做完我的 Trading了 然后没有东西做了 然后我就出来分享一下咯 所以有时候 我在这个时候 我会出来走走的 我会出来走走 我会在 Bug啊 还是哪里啊 我就是要散散心 然后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大致上是这样子 OK FCBO going up Sustainable OK FCBO going up 是 expected的 年尾的时候 它一定是冲上去的 OK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了1月了 所以1月的话 我觉得原有 OK Very good Achua 非常好 这样子写很多人就会明白了 OK CBO咧 你如果问我的话 我觉得涨的也是蛮多了的 然后现在的CBO要特别的 可能不要去追了 你讲它涨的话 我觉得很难会再继续再 越高越高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过年到了 就差不多 它应该会涨到2月尾啦 我的想法是这样 然后在3月尾过后就很难讲了 3月尾第一季度出来 哇 很多东西就会有改变了 每次都是这样的 D-Sonic still can buy D-Sonic D-Sonic D-Sonic很多人 以前都是去买过的 Datasonic 然后那时候不是有新闻出来咯 然后全部都不是跳车咯 OK Datasonic去到1块多了嘛 它是2毛钱嘛 你知道吗 叫去买咩 但是还有赚钱啦 坦白讲最近还有赚钱 其实我可以讲 因为已经很贵了 如果你之前买的人 D-Sonic 当它在负面新闻出来 它掉到接近5毛的时候 那时候去买是对的 如果你现在去买的话 我就觉得说 价钱基本上稍微有点高啦 我不会去 在这个时候去炒D-Sonic 明白吗 这是给谁啊 看一下 所以我不会在这个时候去炒D-Sonic 这是我的看法 Adeline Ng Adeline Ng 问了 还有谁 来 问了哦 谁有问了 我回答你问了 你分享出去可以吗 分享给更多人啊 我们要帮助更多人嘛 OK 听说US战士针对中国而来 你的看法如何为逆 US战士针对中国而来 其实我跟你讲 也未必这么讲 其实你讲它针对中国 其实也可以这么讲 也不可以这么讲 怎么说呢 因为中国本身以前都是靠美国的嘛 然后它现在起来了 OK 中国很有钱了 美国就看不过眼 对不对 看不过眼就针对它咯 就好像之前我们讲 日本这样子嘛 以前日本我们用的东西都是日本做的 Made in Japan 什么Panasonic Mitsurisi Kawasaki Suzuki 什么Gi 全部都是日本 在那个时候 美国就看不过眼 日本就制裁了 日本 日本就从今以后 很难翻身 股市跌下来就很难翻身 所以现在是否会重复回同样的东西呢 我的看法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想它是不是针对它而来 我觉得针对钱而来 而不是针对它 没有钱了啦 美国跟你讲 我没有钱了 看对我进来了 很好 Andrey继续 Charmine老师好 你好 洛孙仲 嗨 NBMR 还可以买啊 有哦 NBMR有多人问我 最近也是 这么多的 你们有消息啊 有消息要跟我讲 我有时候来不及收到消息哦 哦 哦 四块三 四块三毛六 只的加钱 现在四块钱 便宜啊 便宜 management也不错 看一下 有赚钱 应该是NBMR的话 不管你问我的话 NBMR是还 中期是还可以的 但是你跟我讲要赚很多 不会有 但是会有机会赚 十巴仙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的看法 等下算多一下 Double confirm一下 Double confirm一下 四根 等下 等下我算一下 诶对嘛 等下我算一下 有这样多吗 这样多机会可以赚这样多吗 我看一下 六点多 哇 这样对叻 对哦 对叻对叻 哇 难怪这样多人问我啦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 诶 MBMR 你们去注意一下 好像是不错耶 好像是有 可以一下 好像可以一下 我现在算了我觉得可以 难怪这样多人问我啦 okok 分享会所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ok 可以可以 get到了 ok 然后我就喜欢这样分享吧 昨天跌到65.53然后就上去了 所以咯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的点 其实是我有分析过的 我不是看支援 我还看很多基本面 去把它算出来 Beybank可以收吗 Beybank拿Dividend咯 Beybank可以啊 不错啊可以收的 拿Dividend啦 如果你想要拿Dividend的人 收Beybank是不错的 有时候会给一点红股啊 会给我们机会买它的 Right issue啊什么啦 等等啊 这都是Beybank咯 Beybank都是这样的啦 ok 所以回答了的 我回答你了 快点分享出去 好 分享出去 给更多人进来 Alam啊 要吗 哈哈哈 okokok 好啦好啦 看 帮你看一下啦 55115 Alam没有多钱罢了咯 EBS亏到乱咯 ROE也减60亿咯 我知道最近转亏为赢 9月30号的时候 从亏21个million 赚535千 然后有充上去 中股你要咯 这种炒股来的哦 你自己看一下 从之前多少钱 我看一下啊 哎呀 转不到 从之前 1块6跌到 哇 咳 咳 讲不下去 不好意思 从1块6跌到一毛多啊 不要啦 中股 要咯 我当你是朋友啦 真的 这种股 三思 Toni老师 Parma可以收藏期吗 ParmaOK啊 可以收藏期不错啊 Parma不错股票来的 Parma 然后 我觉得如果你要收藏期的话 其实有很多股 Parma也是其中一个 可以 Parma也不错 可以考虑 GXL可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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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ma7唱 GXL是不错的 其实 以前咯 你懂咯 还钱啊 很多人做生意不是拿小小的工程 我也是有去拿的啊 那种Credit Card Payment啊 小哥啊 用电话 Login了过就可以还钱了 那个时候买GXL就赚钱 真的 他费用2%了 每个费用 应该没有错是这样 但是现在 Ramenu就我觉得会比它好 因为Ramenu咯 我自己都去申请一架Ramenu 到时候我拿给你们看 因为我觉得Ramenu会比较好一点 OK OK 一下我还钱一下 OK 基本上Ramenu它现在 因为Ramenu的Machine 我觉得会比较UserFriendly 然后它又比较大家人电话家 我觉得很好用啊 我自己用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所以Ramenu的机器跟这个GXL机器 如果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我会选择用Ramenu 所以当然GXL它有很多 很多 之前开了很多 插棒出来 阿里费也可以 这也可以 那也可以 但是Ramenu也是在爬着上来 所以我觉得可能它会超越它 所以Ramenu我觉得会比这个GXL好一点 然后Smetric 可以买 等一下 Smetric 这边是声音有点大声啊 因为他们很多人现在开始出来休息了 Smetric 好 OK 谢谢 然后 基本上 哇 Smetric回赛啦 这种股 P高死人哦 不要去嘛 我讲不下去 这种股 假的 我怎么留意去买这种股 炒股来了哦 Smetric 不要啦 不要啦 等一下我喝完水 我换地方给你们讲 这边开始有点吵 OK 然后Light Hong啊 Light Hong这时候还要进咩 哇 Light Hong Light Hong Light Hong 已经差不多变历史了咯 等一下Light Hong 转亏为赢啊 有赚点钱啊 Light Hong Light Hong 公司一定要改变 他如果公司没有改变的话 他的earning很难会起来 然后现在你看他的EPS 有一点 有一点adjustment了啦 但是如果我觉得 他要上来哦 真的要做出很大的改变 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 Media我没有买 所以没有研究 Media没有研究 WCE 我很少买这种股 所以我没有研究了 我就没有跟你讲啦 我觉得我不想买了 我就不讲啦 OK WCE基本上五毛钱 现在卖三毛多 OK Earning是亏着的 所以WCE 不可以 不可以 这种股我不会买 我他妈讲 我不会买 来我回答你们了 你们先进去啊 老师insass怎么看Inari 对他影响大吗 如果你问我的话呢 我会选择Inari 总结来讲 差不多是这样 我再doublecheck一下 诶不是 选择Inari 不啦 等一下我讲 对不对 sorry sorry 我是讲Inari 对对对 Inari对 然后 3毛多 70 15 等下你们太多了 弄到我都乱掉了 等下60 哇跌到1块7 OK Inari 是可以考虑的 我坦白讲 OK 可以考虑 Insass也不错 Inari OK 我要这样子讲比较容易一点 Inari是给那种要走稳的人 他们会走Inari 所以要翻倍快一点的人 他们可能会选择Insass 啊 OK 然后Insass呢 基本上他现在价钱也是UnderValue了 嗯 只是他管理层没有这么好 我的看法是这样啊 好 最近的月季出来 OK 妈妈得 上上下下这样 他好像炒股样子的 ro Insass超股样子 很快也 很紧张 很紧张 所以转了个10、15%就快点跑了 基本上这是Inρού 我看一下有谁啊 Henry老师你好你好 rexit是冷门的上升趋势股吗 海欧可以买吗 我先看rexit和海欧 有些跳上去了就没办法了 我看不到了 太多了 你们帮我下一下好吗 下出去给更多人 更多人都可以进来 rexit的话 哇 两毛多吧 6毛多了 哇 两千 他的earning 两百万 哇 rexit是成章股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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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一个成章股 他是一个循环股 这谁问我的 Atyam Atyam OK 他是他不是 他不是rexit 他不是成章股 他是循环股 OK 海欧哦 我跟你讲 我也是moke他很久了 海欧 跌到七七八八了 海欧 要再跌有一点困难了 看一下海欧 海欧 这个股 基本上 应该 1st quarter goal 1st quarter goal 我很少买的 这是股 我朋友之前有买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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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哇 不要买了 跌四股 我不知道 LMRCity我不会动的 哇 谢谢很多人 我很多股票 Bpuri 等一下 你们问股票的人 要自动啊 会share啊 因为我才可以帮到更多人 OK 我看一下 11% Earnings negative PE也是购率 减92.5 哇 这股股敢买啊 他是NDA是好啦 可是他最近有转亏为盈 我知道为什么你问我 因为他转亏为盈 还有他 基本上最近的业绩出来不错 但是这种股 我跟你讲啊 不要买啦 如果你要买的话 我先跟你讲 这个是谁问我的 我很serious 这个东西比较serious 我要好好讲 Henry 我跟你讲 Henry 如果你要买这种股 如果有赚钱 见好就熟 这种股 我也要告诉你 进去过后 如果没有赚到钱的话 卡在里面是很难走的 这种股 你要听我的这一句话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OK MFlo Lion Lundan MFlo MFlo 来我看一下 OK MFlo 是Under Value的 MFlo不错的 然后 我转亏为盈 最近 难怪会问我 开始反弹上去了 OK MFlo 就有机会反弹 MFlo 有机会反弹 反弹的意思就是说 他应该会转回上去 我看可以赚多少钱 等下我算一下 60 60 哇 不多咧 要等到三月过后 三月过后 月期出来才可以知道 这样你就如果真的要MFlo 换你二月啦 标现在 二月中 诶 等一下 不是 二月可能他就要差不多 可能会知道了 二月头 二月头 MFlo 他经常时期是二月头 然后 不过应该是会在三月尾 就要结账了 有赚钱他 雪上去就是要卖了 这是MFlo做法 AME啊 看一下我 AME OK 有 不错咩 第二个人问我 AM1如果说要收 这下子喝水 AM1不错 AM1我觉得可以去研究它的商业模式 然后才来做长期的决定 短期可以长期要继续研究 Success 听到这个字就爽 OK继续研究去啊 Success的话现在是Under Value 0.90 上去11 赚钱 股价跌 量也没有哦 可是慢爬上去哦 OK Success的话要收长期 你没有收长期看不到钱 我只能够这样讲 因为它会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要能够承受它跌的压力 Success它是这样子的Battern 它会上上上上上上 它会这样子 upward 它会这样慢慢爬上去 好像爬楼梯 所以你要买Success的这只股的话 要能够承受它的跌才来买会比较好啦 我的想法是这样 老师Construction的行业有什么看法 大概几时还会有表现和异力 OKConstruction我们6月之后 我们的那一个budget 之前我们有budget有release 有一部分是去Construction 6月过后这个钱就出来 所以我相信6月之后 Construction可能就会慢慢的回来 但是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Share了Henry 美国指数一直上不跌 好像伊兰的纠纷不影响 KC跌 伊兰的纠纷不是不影响 而是这个Dowjian 他现在是 我可以跟他讲一句话 他已经有一点过热的现象 然后我有点怕 其实我坦白跟你讲 我每天都很担心 我很担心 刚才我讲的那个死亡牌 刚才我们有讲到什么 免死金牌 死亡牌 跟地雷牌 我担心 美国政府跟这个美国联邦处备 突然间 塞浪出一个死亡牌出来 然后他们全部做好准备 才出这个死亡牌 他们就大赚 全世界的人全部就遭殃 我很担心这个东西会发生 我坦白跟你讲 所以每一次 因为Peter Ling讲过一句话 Peter Ling有一个很成功的投资者 Peter Ling 他是叫人看PE 我PE是跟他学的 我也是从他那边学到的 Peter Ling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今天我们 投资股票的人 或者在金融市场投资人 没有那种股市跌的意识的话 那么我们很难在金融市场上 成功 就是赚大钱 甚至巴菲特你去他的办公室 他有一个很大的 好像图片吧 他的图片是写Bunket Crash的 为什么他放那个东西在那边呢 他的目的就是他要提醒他自己 市场投资人 市场投资人不是每天都是涨的 这个就是 我们讲 Warren Buffett 他为什么怎么做 同样我们也是要有这种想法 Peter Ling也是讲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认为他一直涨一直涨 他不会跌的 万一他一个大跌的时候 我跟你讲很多人是来不及跑的 来不及的 为什么 因为他跌的时候 他不是慢慢的 他一天给你跌一千点 真的是来不及跑的 谢谢你Henry 不客气 又泄了 哈哈 Velestor Velestor好像是好股 我之前看过我蛮喜欢的 等一下我看一下 是不是那一只 不是不是 好像不是那一只 哦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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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只 对对对 看错了 Vetrox 我看了Vetrox 好像是Vetrox的 Velestor是跌到很低的 但是这一只股位我跟你讲 他现在三毛九啊 他真实价值三毛 三毛半左右 所以我不 不鼓励去买这种 风险太高 尤其是新手啊 如果你刚刚进来玩投资 最好不要去买这种股 我可以讲 伤到重的时候很 很够力的 THEV会出来 PM17吗 我不懂哦 这个我不敢 不敢跟你打包票哦 WL1 18dynamic 18dynamic 好股啊 不错的 不错的 老师请问Handa可以买吗 PY充 OK Handa 7253 Handa基本上 Earning是亏的 但是它现在是under value 公司管理层不好 公司的这个 最近的月季刚刚转亏 所以我已经从亏4M去赚1M多 1.4M多 所以这只股呢 基本上它应该会有一个 接下来啦 我们说在三月里面 它应该会有一个小反弹 但是你去注意看 这只股都是掉过它 涨的时候都是涨不过它之前的高点 然后继续跌下来 中股我们叫跌势股 跌势股其实不鼓励大家去投资啦 我的看法是这样啦 我有什么讲什么啦 就是这样子吧 我也没有说特 没有所谓的 现在这只股的股 那个股没有啦 我就是有那句讲那句吧 Vilow Can hold for long term Vilow Glance 看一下 0008 Vilow 基本上我看一下 会问这只股的人有研究了 因为我之前研究过这只股的 OK OK,BELOW咧,MID TERM, NOT LONG TERM, 什么叫MID TERM,去到8毛钱差不多可以出场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现在0.615, 如果8毛钱的话,就是8毛,减掉0.615, 除0.615,乘100, 赚30%了咯,如果去到这边, 后来就我们买掉了,换股票了, 等下它去到,去到高点, 他们每次都这样的,不是跟你Split, 就是跟你Bonus Issue做一大堆东西, 把股价拉到低低,value就没有掉了, 马来西亚有时候会有这种问题, 老师对Supra Energy下个月季表现怎么看? 我觉得油价会跌,Supra Energy他也没有说很好啦, 可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开始去准备炒这只股, 有,有,我知道,有很多人跟我讲的, 可是,呃,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啦, 月季已经差到几个季度了, 现在是亏100个Million,你知道吗? 亏100个Million,你要它突然走好啊, 哪里这么容易哦?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 当然这个是给谁玩的, 这个是给老鸟玩的, 那我们已经投资很多年, 10多20年了啦, 他们基本上就是,呃, 我不怕了的啦,我已经有经验了啦, 我懂他们在做什么啦, 他去买啊, 诶,差不多要回来了, 他会看了的, 公司算他的inventory, 算他的钱,cash, 看他可不可以cover他的assets, 哦,这些人他们差不多老鸟啦, 大概看看会不会回来, 但是老鸟有时候也会失手的啦, 不是每次都是赚钱的,我跟你讲, 失手的时候要输得起啦, 要输得起啦, 因为玩这种股要输得起, 所以我很少去碰动股, 什么是死亡牌Henry, 这个我先卖一个官纸, 在我的分享会跟大家讲好不好, 我到处1月11号, 我JB有分享会, 我会讲什么是死亡牌, 棉石金牌跟这个, 呃,我们讲, 叫地雷牌, ok, 然后我会在, 2月份在马六甲分享这个东西也是, 然后我会在3月份在KL跟槟城分享, 咕咚, 等下, 哇, 咕咚, 咕咚, 7676, 咕咚哦, 咕咚现在是, 不好诶, 我觉得, 嘖, 可是它长啦, 还有冲回上去啦, 有人去炒它, 之前我朋友是跟我讲, 这只股, 啊, 上上下下, 还有跟我讲它警告我, 叫我不要去碰, 还有跟我讲啦, 还是这样跟我讲啦, 我就把我朋友的话跟你讲啦 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哦 他是这样劝我啦 我朋友啦 因为之前我曾经有去看这个股 然后跟我讲叫我不要疯 Henry Rim Masing啊 Masing property如果不走好 它也不会好了哦 要咩 安州 安州 我看一下安州跟Dnex 看完这两只啊 我看一下 那我带你们去走走一下 Dnex我蛮喜欢的以前 这只也是我的最爱股的股 你这样也跌到很低了啦 Dnex其实 你注意看它的月季 如果Dnex在下一个季度月季出来是OK的话 可能你可以考虑的 Dnex不错了 Dnex好股了 可以放在portfolio里面了 安州安州两块多咯 现在卖一块多咯 暂时亏钱咯 暂时亏钱 蛮够力一下 EBS险十二诶 从赚三十四个million 去亏了 去亏六十五个million左右 这种时候咯 它就跌了 突然间有人炒回上去 安州要收藏期了 然后心脏要可以答案了 不能答案不行了 这个是安州了 OK我要去走一下了 带大家来走一下 哇 OK 所以基本上大致上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的股票的那个分析 所以我简单的来讲 我一边走一边跟大家讲 休息一下 OK 我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要去投资 要真的要做一个全职投资者的话 那么我们必定一定要知道说 我们自己的这一个 allocation of我们的fund 然后我们的资金是怎么样 如果说我们自己这个 所谓的fund很多啦 我们有一两百万的话 你要做那种 收dividend OK 但是如果你跟我讲说 我们的钱没有这么多 我们基本上只有可能几万块钱 那么我跟你讲 我们就不能够说 一直用那一个 收dividend的方式了 那个就有一点难了 坦白说 It's not so easy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要会去分辨说 自己的现在的financial的 那一个condition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才来做决定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分 所以因为如果 我的想法都是这样 我觉得说每一个人 基本上都有可能 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圈子投资者 因为圈子投资者 其实要的东西 除了是资金之外 还有就是knowledge 就是知识 然后我们讲的知识 不只是那种股票 就说我今天只是买股票啊 我懂股票罢了 就不是这个股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是能够储蓄钱 我们可以存钱没有问题 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们资金不够大的话 我们买股票你能够赚多少 不多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通常我会 真的是要 真的要这样子做的话 我会 看我自己的资金来做分配 所以如果资金够大的话 我就只买股票没有问题了 因为收dividend嘛 所以大家真的是自己要懂 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资金 明白了 所以这个我很担心大家啊 等一下不懂 然后就多多去做啊 有些人买一只股买到五年啊 keep在那边才赚到二十八仙 我跟他讲你这个钱啊 你拿去投资房地产也好 拿去投资什么别的东西可能都不赚多少钱了 赚五十一百千了 还放在那边两三年才赚那个二十八仙 所以尤其是现在我们的 service tax 都接近六八仙 OK 有时候我们去吃东西 人家会账我们十八仙 那个十八仙是没有得讲啊 你就问他说 service tax 我账了六八仙 怎么你还账我多一个十八仙 他也不懂他怎样给你解释了 所以就总十多个percent了 就这样子就给去了 所以我觉得说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为我们的人生去规划一下 去想一下 如果我们再继续这样下去 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乱乱去做的话 我觉得再多一个十年是很快的 人很快老了 我们一下子就老了 懂吗 现在我们吃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活 活到八十多岁 基本上就已经是上天保佑了 OK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说 我们要很积极的去安排我们这下半辈子的人生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很规划性的去规划我们的人生吧 那规划人生就是资金不可以说乱乱的去炸咯 要很会安排 OK 哪一笔资金是放在比较稳的 哪一笔资金是放在比较高风险的 然后这样子去安排的话 它会比较容易可以安排到一个比较perfect的一个return 当然在Radio我其中一个蛮崇拜的老师 他也是基本上有跟我分 我们知道他有分享过一个东西 我在他身上学到就是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方法 不管是股市涨股市跌 金融市场涨金融市场跌我们都可以赚钱的话 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金融市场上的将军 this is impossible 或者长期的赚钱 so I'm quite agree with what he said so yeah 这个是我今天想分享的 ok 这样拿住手也是蛮酸的 ok 所以这边就是我下面的link 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去看我们的这个 要听什么叫做死亡牌 免死金牌跟这个地雷牌 我会在1月11号的我们的柔佛州的分享 会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会在2月份的马六甲 ok 马六甲分享会跟大家分享 我会在3月跟吉隆坡跟槟城的人分享 好 我们到时间不见不散好不好 see you guys 拜拜